今天白天暖和舒适的天气是在北部地区再次的出现了 然而这样的稳定天气状态也造就了中南部地区的温度 就显得高温闷热许多 至于未来会继续热下去吗 要把时间交给一交 是 爱好 大家晚安 不管晴天雨天原是气象在你身边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我是一江 又是新的一周开始 再过一个礼拜就要进入11月份了 但是秋高气床的感觉 似乎仅限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而中南部地区在中午前后 还是一样热得像夏天 几个天气数据就来看到了 今天最高温是来到了34.6度 地点就是在嘉义县的大浦一带 不过在同一个地点 清晨6点 低温却只有20.7度 这将近直视度的温差 也因为水气减少 日夜温差又进一步拉开了距离 预估明天还会出现类似的天气形态 所以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族群 就要特别留意了 那么本周天气还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就透过图卡一块来了解了 这个礼拜受到东北季风主导 天气相对是比较单纯一些的 只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看 首先在礼拜四之前呢 东北季风减少加上水气减少 各地的天气大多都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会有局部的零星降雨 而到了第二阶段 也就是礼拜五到周末假期这段期间 下一波东北季风再度报道 而且配合华南云带的通过影响 到时候不只是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降雨机会会增加 降雨的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展到中南部地区 而有下雨的时候呢 降温的状况就会更为明显一些咯 至于详细的天气状况 也透过下一张的卫星云图来看看了 从云图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在北方这一带没有云的地方 就是冷高压的位置 那冷高压东移出海之后来到日本的附近 而台湾附近受到高压回流的影响呢 降雨会比较集中在 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 但是以目前预报的资料来看呢 雨势都是非常零星的 甚至不用带到雨伞 而西半部地区呢 大致上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但是呢中南部的朋友们应该有发现 这个天空总是雾茫茫的一片 主要呢就是因为受到被封面的影响 被封测 污染物累积的影响呢 所以整体的空气品质也亮起了橘色的景色 所以要建议呢有呼吸到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呢 外出要记得戴上口罩防护了 那么另外在温度方面 明天到礼拜四都是类似的天气情况 因为主要呢就是吹温暖的偏东风上来 个地的高温会有小幅度的回升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高温可以回升到28度左右 而中南部地区会更热 高温都可以上看32度 不过早晚呢气温还是比较偏凉的关系 沿海空旷地区还是有机会 可以降到20度以下哦 至于部落里头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沿海气象 首先来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 高温30度低温20度 泰武来一春日都市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高温来到31度 三底门屋台马家低温16度 在屋台高温来到31度 高雄桃园纳马下茂林低温11度 在桃园高温来到30度 嘉义的阿里山地区 气温落在11度到29度 有6成的降雨机会 南投仁爱与池水里及新意 低温8度在仁爱地区 高温来到29度 台中的和平地区 气温落在14度到28度 苗栗南庄斯坦滩 低温17度在南庄 高温来到28度 新竹关西坚15风 低温12度在坚10高温来到28度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高温来到28度 宜蘭大头南欧地区要留意短暂正雨 高温来到28度 华林新城华林市集安 有3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高温来到28度 秀林及万荣地区 低温15度 高温来到27度 收封丰兵也稍留意短暂正雨 高温来到29度 丰林光复及瑞税 低温21度 高温都来到28度 卓西玉里及副里 最低温在9度 高温来到28度 台东的寒线地区 低温22度 高温来到30度 池山观山海端严平 都要留意短暂正雨 高温来到28度 陆野台东市北南 低温19度 高温来到29度 有3成的降雨机会 南回地区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高温来到28度 南欧地区 气温落在24到28度 外岛的连江金门澎湖 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高温来到28度 那么从礼拜四开始呢 是相对稳定的好天气 大家可以好好把握这三天 来洗车或是晒被子 因为接下来天气的转折点 就是在礼拜五啰 各地降雨机会会增加 而且温度的幅度 跟上个礼拜六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尤其南北之间的温差 会是比较大的状况 所以周末假期 如果你有来来北望的朋友们 要小心温度上的变化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晚上到周末的天气分析 提供给大家参考